好 好來 那看有沒有什麼 可以幫忙的 對 有一個簡報 有簡報我有收到 好 我這邊有一份 魚菜香草同樂 對 我們在高雄有一個農場 對 我會看我的簡報 再往看一下 好 沒問題我這邊有 所以你說葉樹我就 好 跟人家開一下 其實我們家本身做庭園造景 對 然後 因為前陣子食安的關係 所以有些客戶跟我們說 有沒有一些是他們 在家裡就可以自己 種菜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去找了一些資料 過來找魚菜紅色 對 然後我們還是把它跟警官去做結合 然後變成是我們的一個項目 這樣 它變成說因為我們其實 企業其實不大 所以都會跟著我們的客戶的導向去做發展 對 那這一次就是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有一些客戶他們 他們本來可能會出門的 那可能現在就覺得不出門 那很多有些是 我們本來的客戶群大部分都是一些透天啊 或者是別處 在南部比較多這種透天處 對 對 就是他們在他們的景觀 就是他們又有一塊地 對 他們可能就是龍聖或什麼的 一般地去做 一整整個一個這樣子 可是其實像 因為我是做生意設計的 對 對 那其實我也很多客戶 就會有這樣類似的需求 因為像高雄的話有陽台外推 對 那陽台外推其實這個空間 對他們來說是變成一個 它是一個金價格 對 但是又對他們來說好像沒有什麼利用 就一個不大不小的一個空間 對 那如果說你要真的要種 就是種什麼東西 對 種什麼東西 當然高雄有出一個建案 叫做直建築 它也是用魚菜空森 但是 它是讓客戶去選擇 選擇說 養品屋 食品 食品屋的時候 他就有做一個在陽台的一個 魚菜空森這樣 因為高雄就在推高雄錯 所以其實陽台的面積蠻大的 對我理解 就是所謂垂直森林 對 那個我有看到過 對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第三頁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在 目前是現在想說 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是想說把我們的室內 只是災的設計 就是忍不到室內設計 OK 對 因為這是一個想說 從戶外搬到室內的一個過程 然後搬到室內 我又是去聯想說 有沒有可能去跟我們的家具 譬如說結合 那現在又在討論 現在在5G的建設期 未來再建設 然後建設完之後的 產業有沒有可能 就是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做結合 加很多就是這種 智慧語感 或是什麼 就是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那我們想說如果是 所有東西都結合在一起的話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想法是說 把這個東西去做結合 但是目前我們 之前其實有 其實有 那時候在 寫經驗跟 我們要約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想說 去 用養殖的方式 或者是種菜的方式 去跟客戶 去說明 對 開心農場 對 但是我們也有去問一些 其他的專家 他們說 他們覺得 效益成本不大 還是用 養殖工廠的概念去看 就是說如果是在 像以前我們有一些概念是 其實全是農場 對嗎 那那個成本就比較高 它其實都是要有一個很大的規模 它才有規模 因為它最後是要賣的 對 但是你這個如果放在人家家裡 可能主要還是自己用吧 對對對 那我們是想說 就是每一個家庭 都可以有一個 可以養殖的 那我們就在討論 欸那這樣 會不會說你養魚養大 你不敢吃 嗯 那有感情呢 那你要看S.I.S.R. 就很奇怪 對 那個 我們就 他就說 其實這種比較像是 有些客戶群他們覺得說 是可以讓他跟朋友分享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 他趁就是開玩笑 聽到說 我覺得你的客戶群 比較像中東地區 包括什麼是中東地區 就是他會說 那些比較 比較炫富類型 哦 了解了解 因為他是一個身份地位才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家最近也要裝飽 是 就是快結婚了 那我有提 你有自己拿 謝謝 就是 我是想要利用就是我的作品 搭上他們的那個 那 我就跟爸爸討論 就是 他爸爸 對 就是我們去 我是要做這個東西 那我 他 我是說我沒有要種菜 因為我其實 就是外食比較多 對 但是我想要種的警官魚 那還有警官植物 因為很多水跟警官植物 然後我的朋友去 這陣子就是 應該不是這陣子 應該有一陣子 大家開始在謎 就是 警官植物 那甚至說 假如有一陽台 大家也開始種一些植物 來做 一個休閒 因為可能在工作忙的時候 你可能只能 在家裡玩玩花草 對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我就要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爸爸也是 我跟他討論完之後 他就告訴我 他要怎麼做 這個系統他會怎麼做 那他就還有時候跟我說 那他想要做個負壓 就是在這個 因為他上面平台是一個水跟 水跟然後就是會有警官植物 那下面是我們金魚 對 他就說在這個 這一管負壓 讓魚再上來 喔 一個循環 LITERALLY 對對對 他也可以上去 那個魚可以上去 到那個警官那個柱子 對 然後媽媽想說 我說 我的預算有這麼多 然後媽媽是沒有表態 他一直說 表態就是 因為我這個做出來 我也希望說 我跟他說 因為我們一直有這種想法 那不管說是 在家裡自己種菜也好 或者是說 你需要 因為有些人可能在 對於出戶外 或是什麼的 可能時間上不允許 那是不是可以在家弄弄花草 也是一個 就是療癒的一個方式 至少沒有離那個生態那麼遠 對 就是未來就是還保留 就是出外的能動性 對 如果都是關在房間裡的話 其實你真的把他放到大自然裡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就是可能說 你去爬個山什麼 我要什麼設備 什麼之類的 他連那個動力都沒有 就像今天我們去看姐姐姐 懷孕了 大家的臥病 因為他那個 他說他好幾個 蛤 不是他就是躺著 他在家裡的時間很長 是 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實際上 也有很多人可能在家裡面 就是 在照顧家庭這樣子 或許會不會 就也讓持家者 可以透過原意 有一點心情複緩 那我的客戶也有一些是屬於 就是 比較 高 就是 他們的生活品質比較高的 那他們做這些東西 甚至是只是未來 讓他們的客人看到說 欸 你看我家住了 在市內做一個大機關 然後我一記就換一個機關 對 他在市內就類似這樣 一個展示台 對 所以他朋友 他們那個也是跟他說 這中東市市場是很好的 可是我們還是想 以台灣為基礎 對 就是 去發展 因為我不太知道他整個簡報是做什麼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大概也有看得懂 對 那其實我們之前有一些方向 比如說朝著 現在在第五頁左右 然後我們大概之前有朝過一些方向 像我們有一些是針對農地 他自己家有農地 然後他可能要做設施 那我們就把漁菜的銀色 工業社群術結合 那也有一些是 就是 有教育類的 就是給老師 就還教啊 對 老師可能會教小朋友說 欸你好 什麼是漁菜公司 然後我們就處理一個類似 這樣子 就是第一個原型工程 原型的那個系統 對 好像還有香草 對 裡面可以種香草 那還有防風的一個功能 其實 因為他是平科大 他現在會去讀平科大 所以平科大買兩座 所以你要學習 那表示真的是很有教育意義啊 那也有些是 想要做休閒農場 對 就是因為他裡面就是可以泡茶 就是香草類 摘下來就可以泡 或者是說你要在裡面烤 這個煮火鍋 對 之類的啦 這非常有意思喔 這是爸爸的創意 對 只是說 要怎麼跟 就是社會上有什麼資源 我去跟他討論的時候 其實跟您來討論 應該是要知道說 有哪些社會資源 這個理念我一定支持嘛 甚至幫你們擴散 對 但是主要還是說 大家會怎麼樣需要用到你們的服務 對 我們不太了解 就像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也是慢慢在那邊推 就是口耳香草慢慢推 而且聽起來主要是服務而不是產品 不是 對不對 因為你是要按照他的實際狀況量身打造 對 並沒有說就是 你只要給我一塊地 這個我就一個巷子放上去 然後就開始掌門 沒有 就是你有陽台 我們就是幫你做陽台的 像我現在坐的家 是沒有陽台 我只是靠床去坐 對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 就是都是客製的 可是客製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你是以你的時間為基礎嗎 對啊 那還是你有學徒什麼 就沒有在我們家自己 了解 自己的人 那也是有想說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模式是可以的話 我們也是有想說就是 走比較可以量化生產的工廠 然後製模或什麼 開模去製造 但是那部分也是 我們一直要的去做調整 因為我們家裡面其實都是 都是用自己的資源去做 能做多少 我們有多少資源 我們就做多少 所以我們也是要跟 就是想說 你如果有其他社會的資源 可以讓我們有不同的 對 跟我們家裡面的老闆 可能是我們老闆 爸也是老闆 是這樣的 OK 那他可能比較有其他的想法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參加 因為我現在還是學生這部分 然後就有參加一些比賽 然後就有個針對一個就是 一把組長長的部分 然後因為 雨差公關大概其實可以調整 跟做的高度 對 我們就利用這個特性 去設計一個跟 長輩活動的一個設施 這樣其實 不管是雨差公關 誰跟都可以做 只是說 去比賽的時候 那邊的老師也很 很直白的跟我講說 其實你這個想法很好 但是你的目標客群錯了 因為他覺得說 一把我的這些人 或者是我們的目標客群 可能是養老員 或者是這些長照機構 他們沒有這麼多的 資金可以去負擔你這個 這個設施 對 他說應該是 你應該是要把你的目標市場 做一些調整 對 所以我們也覺得說 對 我們的想法跟我們實際上 要去落實的時候 在某些地方沒有銜接到 對我之前有認識一家 叫利漢教育 他們就是為了這樣子 資金不夠的地方 不夠的需求 他整個就變成一個桌上型的 所以 他就把他微型化 那這樣他當然一定負擔得起 對 那但是這個當然有教育意義 但是他就跟造景能 關係不大 因為現在農村也會有一些 因為我們想要讓更多人去了解魚菜工程 對 那就會有一些 就教育會有一些課程 對 那會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 那種就自學團 對 媽媽自學團什麼的 就會帶來 然後我們會做小型的魚菜 對 共生的 所以魚菜共生品 這樣帶回去 對 但就是 效果沒有那麼好 對 因為他只是一個 手放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的香草這件事情本身 是不是有可能變成某種產品 對 像那個有一個成田農業神機 他就是拿一些裸勒 魚菜共生那個東西 他就弄成麵 那其實這個麵其實說 穿了只是他用來宣傳 魚菜共生理念 對 的一個載體而已 我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想過 我們有想過 但是我們我們的量沒有那麼大 像我們把他做過香塔 香毛 對 把他做成是可以點的 點香的 不過那個真的確實 就是量少的話比較困難 因為一下就 一個屁次就沒有了 對啊 對 所以我們是朝設備跟設計 去想要去做這樣的一個推廣 但是 因為我之前在公家機關的百戶 但是我會覺得說 他這樣子一直 一直在私人想要 他想要他的目標有點大 對 但是呢 就一直在自己做 那像林學賢的那個叫什麼 樂農生活職業 那個你有接觸過嗎 他們是一堆人 然後加起來變成 就是也包含像 那個有一個叫玉菜的嘛 就是讓你在陽台可以種到那個 模組化的 就是塑膠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幾根柱子加一架 然後就開始在陽台種菜 等等他不要是 就是他的 supporting structure 就是支援的結構 那但是他也有很多別的嘛 好比像說 這個 食農教育啊 種植的課程啊 他等於就是把一堆人 這個大喜抗裝啊 配方啊 新風啊 形建啊 野菜啊 這個剛剛講的玉彩模型啊 然後好夥伴啊 就是弄成一個 他是互相支援 就是有誰想要做比較大的安心 大家分一分做 這樣一個做法 這也是 其實他不算合作生 但是有一點合作精神啊 對 這樣子一個概念 這也許也是一個 因為這樣聽起來的話 就是說你對於推出一個 產品本身 目前還沒有非常具體的想法 那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進入像這樣子的一種合作圈裡面 嗯 對 這方面我們倒是 頂多就是到交流的 我們南部也有南部 我們在玩魚彩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群 但是 大部分都禁止就是交流 不是說真的 不是真的 對 但我們倒沒有到這樣子 OK 都可以朝著 就可以了解他們的結構 對 因為像這個是玉彩提供的嘛 嗯 但是這個設計 就是他裡面的別的設計的 成員做 那因為他又比較模組化 所以你就會變成是說 你一看到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你有多少瓶 我稍微隔一隔 那他就自己把它完成 等於是說大部分是由他的客戶完成 只有他一開始去勘警 是那個設計師的工作 這樣子就等於是說 他主要設計 但是比較不需要做這種 就是Deployment 然後Operation 唯運比較不是他的事情 這也許也是另外一個想法 嗯 好 這個都在我們社創平台上面有 對 那像接下來就是 就是看到我們第七頁吧 是 我們就是想說 其實剛剛有提到一些 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把空間有些個性 分設計化 然後 居家甚至變成家具 這樣子 那是有在想到說 現在有些數位的遊戲 其實很多都是跟植物有關的 什麼像最早期的開心農場啊 到現在的動物生有味啊 都是種植 養植 或是跟誰交朋友 沒錯 那我就想說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平常就在做啊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些 加入一些參數 因為我們有在跟平和大的老師 有在談說 我們就把我們的設備加入一些 感測器 他就會有些數據 參數的 對 對 跟他轉換成 變成是一個虛擬的 也好 或是把這個參數 模擬成一個虛擬的植物 真的他在那邊 一定要這個參數 然後有一些不同的樣態的變化 這個是一種方式 或者是說 你這個農場 或是你那個系統的樣態 就可以讓你的朋友 去做互動 有 這個最近有一個叫好事交易所 好事就好事情的 好事 專門做這件事情 好事交易的還是 對 像是 它是種樹的 種樹的視覺化 對 那但是他還有另外一個計畫 叫土地定月 那土地定月 那土地定月 其實是任養那個地嘛 對 那它透過一些AR 或什麼的技術 它讓你對裡面的某一 某一株植物 變成說 就是你的 它這樣子 讓企業任養 對對對 那就是你可以 什麼 就是一年1200 一份七座的合約嘛 那然後還包含一年級的 遠距的土地觀測權 當然你要去的話 他也不反對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招 就是說 就算每一株看起來都一樣 在這個上面有貼我的名字 我可以隨時透過網路去看他 甚至幫他澆澆水 那當然就是我更關心他 所謂參與師共同保證 其實 如果你就是要有空有閒 去那邊的總認識少數人 但是就是我們在 越端 對 我覺得他好像精神不太好 是不是叫五人機來幫他交一下 交給所有的數字都沒料 對 之類的 就開心農場 開心農場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大家願能夠去 認同 就是農民每天的這個工作 他不需要去真的幫他做 因為畢竟那是一個專業 但他可以知道他做的這個流程的話 那這樣子參與師共同保 我覺得才真的可以成立 因為大家會願意付出這個注意力 在這個上面 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教育所有一套方法論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對 對 然後我們就希望能夠透過這種 嗯 現在就是把它植物訓練化 所以我們就想說 欸 能不能再把我們真正的 那個魚缸 或者是我們的 設施裡面的東西 再去 再去做一次訓練化 然後再弄一個數位 數位的分身 然後可以去做一點點互動 甚至就是他會有一些 精神層次的寄託在裡面這樣子 非常棒 然後最後就是想說 欸 就是可以有一些社交性的互動 對 你也可以來我們的 就是大家 你也可以來我們的 那個 設施裡面的那個 然後去看說 欸你有沒有什麼菜 我可以跟你交換 對 對 但是我們一開始的想法 但是就是變得比較像是 不是真的以生產為目的的 對 如果真的是以生產為目的的區域 種植或者去養殖的話 那成本其實是滿好 我覺得不是這樣 而且說有點像是共學社群嘛 對 一個實踐社群 就像魚菜共生社群一樣 其實大家 最常做的就是 你剛剛講經驗交流 並不是我的要賣你 或你的要賣我 並不是貨幣化的一個東西 而且大家在這裡面 就是討厭性情 然後一起學習一些事情 對 我覺得這種學習圈的概念 是滿好的 因為我就會看到說 像其實我跟我同事 像是魚菜共生 然後就是跟他講這個社群 講一遍 他說 天啊 是一個就是 他就很驚訝 對 他是太厲害什麼之類的 嗯 就是我就 嗯 對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是環境控制 啊 所以說其實 是你也本科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東西我本身就聽不懂 對 但我只是說不了解 沒有那麼深入 那當然跟他在一起之後 我當然就比較知道 整個講 可是我講很簡略 就是他整個生活 是不會浪費太多的 電跟水 然後他就整個很驚訝這樣子 但我會覺得說 哇 他年紀還沒有再長一些些而已 可是他卻對這個不知道 但我就覺得 那些來我們農場 就這麼小 這麼小 就只能知道這些資訊的小朋友 真的很好 就對他們來說真的很棒 非常棒 對 而且他們很愛護 他們甚至會說 他們領回去的雨 他們都會有人先回饋說 他們領回去的雨 都很保護他們 然後就會很在乎啊 什麼的之類的 甚至就是說 還有老師可能帶了這一次之後 想要自己試著就是 因為可能那疫情的關係 他沒辦法來我們農場 對 可能家長可以不同意說 帶到別的地方去 他們只能在學校學校去做這樣的事情 又我們說還滿有資材可以在那裡使用這樣子 對啊 那我們就覺得 這種 教育的成分 或者是一個互動 因為那些小朋友其實都是不同的媽媽帶來的 就是不同媽媽這樣子 降機後的帶來的這樣子 因為各的 我們也討論到小孩 或者是不是 要讓他自學或什麼 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說 像我們這種自學就還滿有意思的 對 對啊 因為有很多人共學嘛 自學的特色就是他喜歡一個社群 對 那你們如果一開始從小 大家就已經認識了 跟自然相處的 這個社群就是很棒 因為如果說自學真的是在家裡面的話 我怕他如果以後對外可能就會很 沒錯 就是害怕對外 沒錯 那如果是共學的話可能又很好 因為不同朋友這樣一直互動一直互動 那他的社交能力就可以在很小的時候就提升了 對 而且還有非常多共通的話題 對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棒 因為我看我們教授之前他們 因為他有在做幾個計劃 也就是跟環境公司有關 所以他的兒子呢 其實從小就是會進行夏令 對 可是他就會變成在那個年齡層的第一類 那時候賈博士有出書 然後他才消逝而已 他就在看那本書 很棒啊 但他就說他在學校是有點異類 跟朋友講不出什麼話題 因為他覺得朋友怎麼 因為共通的社會這個社會化程度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 其實我們也有在就是看一些經歷的影片 其實蠻能理解 我看到老師的小孩 這樣一路這樣子 對 這種跟人家 其實他想法跟人家不一樣 對 他想法有時候 我說把他拉回來 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天馬行空 拉回來一點 就是你從現實面去做 看不可以 對 比較接地氣這樣 對 接地氣是你跳那麼高 但是我是比較實際 我是認為你當然可以做到 但是你要先知道中間的連結是什麼 對 那我們知道有這個資源 就是可以來拜訪你 你可能會有提供一些 對對對 讓他更有 剛才我講的那些社群 對對對 我問一下那個你畫態是什麼意思啊 這好像是一個新的詞 什麼東西 你在那個第七頁有一個新的詞 沒有其實我真的有這個想法去想 就是 就是把我們真的 就跟你剛剛講的好事 那個也有類似的概念 就是我們真的把實際的東西 實際的設備裡面的植物或是魚 把它的參數抓起來 理解理解 然後擬化成一個 了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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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世界的一個可愛Q版的事 但是它那個東西可能之後 它不是虛的 因為它是連動的 對 它只有它自己的那個周期 因為它跟你實際的是有呼應的 那有點像是 其實我們現在網路的東西玩很多了 好像大家都覺得說 植物就是澆水 然後撕水 基本上好像就是你不需要動什麼 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活得好好的 像以前我們 在做這些植物 跟客戶交 他們要求就是說 欸可不可以這樣 我只要澆水就會活著植物 現在已經不是了 像我能不能不要照顧它 它就可以活了好 不澆水就可以活了 對 就是觀念上 也有它這種 對 不是澆水 因為它們又要蒸了 它們又要蒸了 然後又可以不澆水 是是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可能是 這樣子的理化之後 真的有一個網路就分身之後 它這個東西 搞不好變網紅 它是植物或是動物 它有它的情緒 因為的參數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可能有活的時候 或者是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在跟大家分享說 欸你的參數怎麼那麼好 你養得好好喔 對 就因為我知道 以前的電子機 現在的那個加密包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告訴我 你這是怎麼養的嗎 這樣子之類的 是不是就是 你的設計的檀數就是 它就是有不同的數據 那它就會有不同的情緒 會表達 或是它就做不一樣的活動 那有些東西是 你要達到某種條例 它才會有一個特殊的活動 多了一顆吸星 或一個船 沒有什麼整體 就是遊戲化 對 就是把遊戲化的改變 然後就是有一種互動 然後就是跟親放它的互動 你不一定要在網路上 認識那些網路的東西 對 可是其實網頁也是透過網路的東西 認識到說 原來真的有人在中 真的有 這個東西 它在某一個限制之後 我理解了 有一個這個人在 有點像是 在逆襲的感覺 就是透過網路的這個虛擬的部分 但是你互動發現 這個原來有真實世界的東西存在 不是像說這個殭屍跟植物 既沒有吃的植物也沒有 它就是一個 這個資料庫裡面的一個data 對 其實是呼應到網路人的互動 這樣很棒 為什麼那個植物庫 你就知道要關心這個組人 因為這個組人可能就是 因為沒有去 輸入照顧到這個植物 照顧它網路那個分成資料 對 然後其實就延伸到第三部 就是有一些社會心 阿公阿嬤 對不對 像我們今天在台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那種阿公阿嬤 住在那公園邊那邊刮 我就一台三五台這樣子 寶可夢 我想說 有可能是小朋友 他孫子在上課嗎 不能抓嗎 阿公阿嬤幫我抓 然後下課回來之後 就可以分享 我今天抓到的鞋 幫你抓到這些 對 其實就是 希望孩子可以 講回來之後 社會心理 其實就像他們那樣子 阿嬤其實跟孫子 他們已經有很大的一個世代隔閡 對 所以他們當然會想要努力的去這樣 孫子覺得 喔阿嬤 我還relevant 對 我還有貢獻 我還有貢獻 對 導人家會覺得說 喔我就是還很有用 因為像 像我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就說 我沒用 我沒用 他都會講這句話 對 就是他慢慢的覺得自己退化 他就會慢慢的覺得自己 好像以前能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就是 可是當然是個人也有關係 個人也有關係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創造一個 讓就是 就是他講這樣子一個 其實阿嬤那個也是有一個 剛 影法組的那個連結 就是從我 原型也是從我男的身上來 因為他以前就是有這種種種菜的習慣 他就覺得那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他老了之後他的脊椎側彎 或是有骨刺 他其實已經不能再做彎腰的動作 甚至他以前常在做那個小凳子 也不能做 就對他的身體是不好 所以我們才想說 把他的耕種高度做改變 讓他也有個還是能夠從事他喜歡的活動 就這樣 我就用這樣的想法去延伸出 這樣的一個比賽的主題 但是那個 還是有市場面的那些 現實面 老師們跟評審們會有一些建議 但是 我是覺得這想法是可以做的 只是說要跟哪一些去做連結 就 對 因為他其實比較照顧是 因為我們高齡化 那高齡化的話 慢慢的就是可能 就是真的有些人 真的說老了想種菜 我爸也是說他 我爸退休了 他就說老他想種菜 但是他現在也是種植物而已 因為他說他真的沒辦法 就是他以他的年紀 他價值 大大規模的種菜 真的沒有辦法 對他就乾脆種種植物 他只要一顆植物 再長個葉子 再拍照給我 他就很開心 非常好 所以就是說 不管說從景觀 或者是說真的是種菜 或是什麼 就是 所以他才提供都市能力 因為 都市 很多人其實 還是領派都市 對 很多人當然也有很多人去 去教宿 買一塊 就是住一塊地去做 做耕耳 可是可能一馬 就又荒廢了 就是斷掉了 那什麼可以讓他持續的 可能就近 在家裡面就可以做 對 所以我們又延伸出 就第八頁 我們就是 再思考說 如果你要真的去建一個 新的大樓 然後裡面有一些設備 其實他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想能不能利用一些 可能 一些住宅大樓的 原本是游泳池的地方 有沒有在使用 對 但是我不知道法規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倒還好 就是他的建築 他是蓄水池 或者是用池 然後把它改成養殖的 是不是有一個 再利用的空間 那他的成本又不會這麼高 然後一邊說 空間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現在有一些 像台北市認為有推 Lows 對 就是 可是 好像養殖的就比較少 就是都市養殖 這種這一塊好像 就比較沒有 這個 因為畢竟他有他那個 大公路的養殖的特性 但是我們想說 也是可以用這種 前店後廠的概念 就是 你可能是集中在某個地方一樣 但是你可以分批 送好每一個 可能他只有 就是 餐廳 或者是說 住家任務 就是這樣送出去 也是可以 生活的海鮮 不過這個 比立體綠化的 那個運送成本就高了 對 因為你立體綠化的 運送成本是一個 模組它非常容易算出來 對 那你有活體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 對 有一個是 他們是用抽屜式的方式 就是 他的 魚下 對 然後他就 魚車就載著 然後到那個地方 比如說餐廳 或者是賣場 就直接把這個 抽屜再塞進去 OK 就也是模組化了 對 那個也是 也是那個 養子的前輩 他叫說 他有他那個專利 不錯不錯 然後我就是 他剛剛講這個 然後我就是 聽他講說 他 他 他覺得 在都市裡面 要種菜養人 他覺得新加坡是 最好的 因為 他有說 我這想法不錯 但是地點錯了 嗯 他就比較有國際觀 他說台灣 不太適合 但是如果把他換到 同樣的方式換到 新加坡 那可能就很適合 這樣 對 所以 也是 也是想說 但是他的想法是 新的東西 就是他去算建品 他把土地生沒算進去 但是我想法不是 我想說 就是 你是利用既有的空間 去做改造 這樣子 可能他的成本 會比較低一點 就是 把原本公共綠化的空間 變成是 我們可以做 農業生產的空間 那我會聽懂 嗯 舉例說我們 我們大樓是十年的 對 那人家就這樣 人家環風和會之後 那個游泳池 對 因為 蓄水量或是什麼 就是 日常管理 那些配用 改成這種游泳 我亂講 哇 他是那個液晶螢幕 哦 不會是真的 對 他因為他那個顯色力很好 而且剛好他就好像 玻璃的縫合表面 其實是不同的液晶面板 對 所以非常有說服力 他沒有我到家 繼續 這是在哪一個地方 我覺得 這應該手耳吧 手耳 對啊 所以有這些 想法的激盪 不過就是 自己在想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嗯 就是會覺得有種孤單感 嗯 可是地體 綠化綠無頂等等 有這些 就是 你之前有就是聯絡過嗎 就是依據城市啊 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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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球有一個專辦嘛 對 就是我們老師在那邊 對嘛 你們很熟啊 可是他們還是著重於圖分 我理解 我理解 我們有去 我們有去過 他們有展覽 就是可能在一個成果展 然後再到展覽館做 他們有一個什麼競賽 對 剛好 沒有剛好是 綠建 對 綠建組的 這個去做一個專題 那時候有請我們過去 因為 反正是有請我們過去 我們去過 然後之後 我們也有去 就是 那邊有開課程 他有去做一個講 這樣子 其實也有蠻多 發現去不去的 那些聽者 他們其實都有些 不改變 但或許有些是錯誤感 不改變 如果是他們自己 自己在研究 然後就會說 欸其實這不能做啊 怎樣 這要怎樣做 也會回饋給我們 那他就 因為我在旁邊幫忙那個人 理解 對我幫忙的人 我就聽到他會告訴他們 一個正確的觀點 那很好啊 對對對 但 他們還是比較多於 就是 土耕的方面 更多就是 建商可能就覺得 你就是要問 對就是用建商的一個方式 他們是比較處理 因為建商比較快速 去成就他們這一個 對 這個方面 那我們這種小眾 他可能還要在辦案子 在那邊拉拉拉 就是經費上 我有聽懂 我有聽懂 就是說 其實你們的 你們的做法其實是 去比較深度的去訪談 或者去了解這個 對方的需求 不管他是暗主 還是社群夥伴 那但是從建商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如果要打勾 就是綠建築標章 什麼這些的話 他有更 對 他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之前在建商的工作 代官說 要用預定化 然後就說外面 他們就說原本是數學 可是因為經費 比如經費問題 他們是成本問題 然後說沒有 我是白個紙摘 因為他們的外觀 當初在賣的時候 外觀就是有紙摘 對 他們就真的很沒有誠意 就把一個白個紙摘在那邊 OK OK 就打勾就是了 對 但是有一些當然就是幾個建案 但有一些比較高 單價比較高 平數單價比較高 當然就是挖一個數學 比較有誠意 對 當然挖數學 你還必須知道自己在蓋種的東西是什麼 知道 其實很多人選擇的是文化甜品 對 那像之前的那個 呃就是 直建組就是有 余蔡風生的那一座 對 余蔡風生的那一座 只有 我們有 大概有訪談 就是 有到問一下監視界中心那邊 你有沒有真的是 就是 因為我抓到那邊的客戶 有沒有活起來 沒有 不是活起來是 有沒有人願意 真的做 真的做 那是一個proposal 對 那是廠商 那你可以選擇說你要不要 那要的話要增加費用 對 那光裝潢就覺得說 就是 對 那還要去處理這個就沒有 所以這個選配項目 其實最後沒有人選 幾乎沒有 辛苦 OK 幾乎沒有他可能就留著 然後你看你是要做個警官這樣子 對 就是在推動上會 對 那變成說 像爸爸那邊就變成說 那都是 都是那一種 可以有能力 自己在自定之前的 或是透天的 還有外地去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那種 那種 他們比較有那種 閒暇 或是能力 對 所以我們 就是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 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 附屬的 觀賞的東西 或可有可無 那到最後就把它變成 我真的用得到的桌子 或者是做真的用到的 是跟家裡去做結合 可是我們想到另外一層次 可是我覺得桌子比較難 因為桌子它 就是第一個它的那個功能 比較固定 那第二個是說 它比較是就是 會 就是經常改變它的用途的一個東西 不會搬動 對對對 但除非是說 真的是很長 或者很重的桌子 你不會平常沒事 不會去動它 那種我覺得就可以 對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面向 大家面向可能就覺得 那是景觀 或是什麼的 但我們面向是 就像剛剛開始 知道 一個共生性 對 因為大家會越來越疏離 可是像 像我們在FP社團 我自己也會有喜歡 會被雲 對 會被雲 然後就開始會 就是做個分享 然後就一個 一個社團 然後大家一直去練 就這些東西 然後可能大家也是都沒有陽台 或什麼的 就盡量再創編 去做這樣的東西 對 雖然一定要說 一定要一個景觀職務區 對 所以說 他家爸爸就順便做這個東西 給我 這樣 對啊 對啊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從桌子椅子這種 就是你要去變化大家 對於既定的那些 那些 那些用法的想像 那到就是你專門華藝區出來 但是成本很高 而且就是你要跟他相處很久 而且最後還不一定有幾個人選 對 這兩端中間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就是比較大小剛好 的一些做法啦 那其實像我剛剛就是介紹的那幾家 為什麼他們都把它先微型化 然後或甚至一包麵 那個已經不能叫微型化了 那個叫做促銷產品化 就是它有一個讓大家 它只要花一點點錢 它會比方說不到三千塊 或者說一點點時間 它會比方不到三分鐘 它有一個立即 我可以加入什麼社區的感覺 對 那當然不是說你就什麼 得到救贖 不是贖罪券的概念啦 只是說 它是一個讓大家 不用花太多時間 不用花太多地方 不用花太多成本 就可以覺得說 我現在是一個社群的一份子 好像我也懂一點點 融賽公司了呢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然後之後 你在循序間 把它這樣引導上去 那我覺得說 因為我目前看你們這些 想法它不管是做一個 類似鳳森的 或者類似精靈寶可夢的 或者自己的 它都需要一個 蠻大的一個網絡效應 就是你一開始要大概 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一起進來 那它的這個社交互動性 才會強過 其實你就是隨便 抓一個LINE群組 然後大家在裡面 一直剖照片 的那麼多 就是說一個機制設計 它的強度 它的黏著性 你不是跟零去比 是跟大家 現在已經有的FB 或LINE 或等等這些東西去比 所以就是說 我們開始一個運動 我們常常是我們一個集資 或者一個hashtag 那什麼hashtag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 什麼東西 它就變成一群 就是大家去登 紐約時報的 然後一開始很中二 但是24小時後就長大了 的一群人 那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都覺得說 我只要花三分鐘填個問卷 我只要花五分鐘 或者怎麼樣 我就好像參與了 就是一個很大的計劃 比我大很多的計劃 那如果你一開始 是一個很大的系統 那人在裡面相對渺小的話 就是說你剛說 一些機制設計 已經做成這個數位連生 等等 那大家就會說 這是AAA級真作 我在裡面只是一個玩家而已 我的參與感反而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具體建議其實比較是說 也許你可以試著在現有的 比如爛火等等 它開始一個campaign 就是有些是很簡單的 然後比較像衛福服務 說什麼每個人給護理人員寫一封信 或者說我們自己發展的 就是你如果沒有去領口罩的額度 你可以把它這個dedicate 去給國外的朋友等等 那其實對每個人都是舉手之勞 可能一分鐘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就一分鐘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對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好像不得不稍微認識一點點 某一件事情 某一個理念 那這個時候 當他就是 開始有一點了解的時候 你在給他 一分鐘可以做的是 五分鐘、十分鐘、一小時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聽起來你們這邊的很多主意都是 他至少要投入兩小時、四小時以上 他才可以開始獲得一個正面的回饋 我覺得比較需要就是中間這些 一分鐘、五分鐘、十分鐘、半小時可以做的事情 那像這個買一包魚菜公生的香菜 稍微調一點味的麵 就是屬於在這裡面的一分鐘的事情 因為你就丟下去煮就遲到了 而且你可以吃到一點羅勒的味道 然後就想說 這是魚菜公生出來的 你想說魚菜公生到底是什麼 去瞭解一下 對 我覺得需要一個gate way 那有了這個gate way之後 你的社群自己會告訴你 你的發展方向 我覺得就會比起說 你一開始就是做這種非常高 commitment 那當然因此就會變成 像新加坡、獨拜等等地方 因為才那麼多人有那麼多錢跟錢 去發展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你主力是在台灣呢 我覺得台灣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不定於告訴你怎麼樣會不會比較好 但是你拋磚引玉 你不能花它太多的時間 就每個台灣人可能都有兩分鐘的善心 但是超過兩分鐘對不起我就滑掉了 然後去別的地方 對 因為像我自己啊 它是很不太知道 我在摺摺平台 對 我買了超多東西 對嘛 就是這個概念啊 他就說你這東西 他拍了一個影片 他其實他也有做過 他也知道摺摺平台 可是我 他從 常常就是欸 這什麼包裹 我說黃金雞雞啊 超多的 對 他說這什麼 然後我說欸 你剛剛那個砧板超好用 還可以殺出 還可以秤重 是啊 然後他就很期待包裹來 然後就放在那裡 然後 我們怎麼 40國的 花眼睛 那個很小的那個 對 我就是看了之後 那我就說 欸那我這次 我們家 就是要做成這個作品 那我就是 直接實現那一個 那一座 那我 因為我一直想要 我們 我們當然想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小模組 大家可能突然的氣 可是問題是 我要到底用3D畫 還是要用 這世界對我來說很困難 我可以畫自己3D 但是我不會畫自己3D 我也聽懂 好 那所以說我就說 那我們不如就真的在我們家做完之後 我們直接用拍攝 那他又負壓 或是什麼 對 那這樣子直接拍攝上去 直接上這個平台 對啊 那大家想看 想要的人就會募資 那真的達到的時候 才會 才會有 我們就一定有一個成本 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也知道他們會慢慢開放說 欸我們可以只有一個尺寸而已 但有些人都想要更大的尺寸 那我知道他們都是 就是一個階段 如果破多少之後 他們又會開放一個 一個模組 對就是大概一個這樣子 對我就跟他說 大概可以朝這個方向做 我不是想到這一個 那他今天講那個動森的那一種 這種虛擬話 對 他們有跟我討論過 那我覺得很生氣 因為他只想跟你討論 原來是這樣 那時候在 那時候在講 流浪的計劃 然後你就幫他 在討論那個東西 就能討論到這一塊 對我記得 我記得香草與魚 好像是最早用群木的 2013的時候就用群木 他當然是一個非常超小的 比剛剛的那個球還要小 但我覺得魚菜一直是一個 就是群眾募資 時不時就會有人冒出來做 的一個題目 那我覺得你們有很多的前輩 可以參考 其實我覺得哲哲 他有一個好處 他不是只是產品師 他也有服務室的 就是訂閱師群木 像我跟他說 每天有五分鐘看米底選讀 這種他現在每個月 十六萬四千了 所以他還不錯 所以就是說 服務室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你可以測水溫 你知道說有多少 對這個議題本身感興趣 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產品感興趣 因為產品的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你沒有研發到一個 就是很精緻的一個程度的話 對 那現在大家都很挑啊 真的 我看了很久 有些他們也是什麼 我現在是真藍牙耳機 那時候我也看到一個 就是他又要墓資了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急著要 我說我不想等墓資 我再去找別的好了 所以這真的很好 對 我知道有人會發現這個缺點 但是如果說願意等的人 例如是沾板不下 不用他 不會那麼care我 對 但服務的話 就是第一個你立刻享受 而且第二個是大部分群眾集資賣服務的 他其實是賣參與權 所以他是賣你可以 就是貢獻他下一期的主義 的這樣子一種權利 那這樣事實上 就有點像那個 康姆V顯形西牆一樣 就是明明你要付製作費或設計費的 現在是他們設計師要付你錢 才能夠參與你的這個品牌 對 所以我覺得 把剛剛講的就是 五分鐘的十分鐘的這種東西 想成群眾的專案 那這是當然很好 那但是產品它精緻的程度 說不定是未來的事情 說不定現在也可以去想一些 比較像是訂閱式的 或者是說它雖然是產品 但其實是裡面推廣型的 像那包面 單單單的這個做法 對那我覺得這個都可以 就是比較快速的 把這個理念傳播出去 對 可能比較便宜的方案就是哪一包面 對就這樣啦 就這樣真的啦 我覺得一包面真的 他們挑這個不是亂挑的 就是讓你可以 他們後面可能有人 做行銷的 先幫我們做一個 對 對 沒錯 對 好 那其實因為時間好像也差不多 因為我們接下來 可能還有一個視訊的會議 不過我們就保持聯絡 說真的 任何時候如果你們真的要上哲哲了 需要我這個錄個影講幾句話 你就E-mail我就好了 對 那當然今天錄影的素材 也非常歡迎使用 好 謝謝 謝謝 當然可以啊 你就請我們同仁幫忙跳